来关心情侣吵架去毁了别人的店 高雄其进一间早餐店做生意的台面被人搬动 调阅监视器发现疑似一对情侣党半夜吵架 结果把别人的身材工具当成了吵架武器 乱搬还差点翻了 殿下还一度以为遭小偷 虽然没有财损 但是晚辈心疼长辈还得善后收拾 也谴责小两口的不成熟 颇文要求出面道歉 半夜没营业早餐店变小两口吵架战场 满威女花生大力女子双手一推 探车位移还差点翻了 就见男方过来双方僵持像在争吵 吵一吵女生负气离开 男方虽企图复原推回原位 但还是留下一栋痕迹 店家来做生意心一惊摊车 怎么会位移以为遭小偷 调监视器发现是情侣党在这里吵架 但把气出在别人店面做生意的台面乱搬 身材工具当成小两口的吵架武器 好在没有财损 倒落之后并没有造成毁损状况 店家表示没有要提出告诉 晚辈心疼长辈得收拾善后复原 希望情侣党为自己的不懂事出面道歉 倒是长辈缓砸年轻人马可能久后冲动不追咒 只是这样吵架波及别人实在不应该 记者柯成浩高雄报道